年一度的總統大選民眾起了大早 來到活動中心行使自己的公民權 黑衣男完成圈票後 看似正常離開現場 但開票時卻又返回現場 不是為了監票 竟是偷走一整袋空白選票 援旧貨報立即封鎖整個活動中心 開始逐城搜索 在五樓將整袋選票找回 但清算後還是有兩張選票下落不明 圖書館內書架位置亂七八糟 仔細看便電箱和書架 中間凹槽就是警方找到選票的位置 原來十三號投票當天 台北市松山區民友活動中心的投票所 下午四點準備進行開票作業 選務人員卻隨手把兩百八十四張 空白的總統選票放在一旁 沒想到招人全部拿走藏了起來 找警方帶回警局 涉嫌偷藏選票的七十五歲 郭姓男子起初被原警找上門時 態度還非常強硬 直到原警找來女性友人 小禮大意後她才肯配合調查 那在五樓的圖書館尋獲一個紙袋 那裡面有空白選票兩百八十二張 那經過查訪相關人員 以及過去相關影像後 鎖定一名郭姓男子設有重嫌 男子招待後坦承是自己 將整個紙袋藏起 但當警方詢問遺失的兩張選票下落 卻又交代不清 但她的行為已經涉犯竊盜 和違反選罷法九十四條 未來最重口面臨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技術委員一開始呂月臨下報導 立刻上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盡好新聞